持續帶您起來關注 因為根據今年度的預算書 長照服務的發展基金 已經出現了入部敷出的狀況 那麼基金來源預估是只有776億元 但用途卻是高達了828億元 那麼明年度的財政狀況是更為窘迫的 來源是只有752億元 但是衛福部預估的支出卻是高達了879億 那麼這樣的數字呢 其實也讓淡江大學會計系的教授示警說 如果支出持續大於收入的話 長照服務發展基金恐怕會在2028年就會用盡了 那麼明年度的支出如果是879億 比起先前預估的增幅是稍稍的下降 但是呢還是可能在兩到三年的期間就會用完 那麼加上房地合一稅的稅收收入來源是減少 那麼政府也是必須思考 是不是應該增加新的收入來源 不過對此衛福部的長照師是指出說 目前裁員的是足以因應的 如果收支不平衡的話 也會依照規定來編列公共運算來進行撥撥 為什麼收 feel that Billy Scoop 所 11的時候 tuv過煮不冷